大家好 我們先一起來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感謝您讓我們每天都有新的日子 去體驗與嘗試每個人生命不同的經歷 特別在團隊的服侍中 更看見每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教會牧長在聖地之旅不在其間 看見教會長職發揮團隊服侍的精神 能夠危機處理 互相幫忙 真的要獻上感恩 求上帝永同在 開啟我們心靈的陽光 體會理藥我們學習的生命化理 讓我們能夠將你的心意活出來 在服侍中越服侍越甘甜 在服侍中得早滿足的喜樂 這樣禱告 都是奉靠學出基督的禮求 弟兄弟們大家平安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服侍當中的喜樂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很多時候我們在服侍裡面 很多時候會充滿的壓力跟重擔 那我印象中很深 大概在快要一個月前 然後家親夫人家親姐 你知道她為了要彈琴 她多麼大的壓力很緊張 她就一直告訴我說 重擔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要開拓一個幸福小學 要跟她講 她就覺得非常有大的壓力 就是因為又要這個 又要那個 突然間服侍一堆 一堆而然 我知道她的身體承受不住 她有告訴我 還好她有跟我講 可是我今天聽到那一彈琴 我就掉淚了 對不對 很感動 很感動 我覺得說 你的用心神看見 對 我們用心擺上 那個服侍那個狂對 我今天聽到高齡唱歌 我很感動 我剛剛一進來馬上聽到她的聲音 她剛好在練習的聲音 我也快要掉淚 我說我們突然間好像有一顆明星出來這樣 我覺得那個老師可以請她來主唱 如果這一首 五月四起 五月四起 母親節的時候有一段可以讓她來唱 瓜哥你跑去哪裡 她們有事情 真的喔 她們沒聽到這一段 不過真的我就覺得 對 她可以聽到這樣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感動 那艾恩真的是看見 就像淑珍講的 淑珍繞過來第一間是就跟她們講 說你們今天好棒 我真的感受到你們真的很棒 你看喔 小威喔 她是懷孕的 在懷孕當中她服侍 還是一樣服侍神 我真的覺得說 那個是一個環境 謝謝 謝謝你所有人的服侍 在服侍當中 不要成為重擔 不要成為壓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然後 我今天呢 我又看到鴻鏡 好 來 跟 楊慧 來 楊慧 對 我也是覺得身體裡面 我看到她們 我就覺得 哇 好讚 我剛剛很用力的跟她 跟她握手 她突然發現不對 她的手 有受傷 突然間 用不太大力 我說啊啊啊啊 腰會痛 對不起喔 真的是太高興了 有些時候高興就會旺旺 在這些過程當中 真的是看見我們所有的人 大家 我剛來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很認 那個喜樂的臉在裡面 我就很興奮 我覺得 那個就是 那個就對了 那個氛圍就對了 來敬拜神是一件怎樣 那樣喜樂的事情 好 不是也要變成一個很喜樂 而不是重擔 那我知道說 當我們覺得 很多事情要承擔的時候 真的是不容易 那今天我們透過 《非禮禮書》第二章 事實上我們只有讀三節 但是我今天可能講 大概的內容 分享這樣子 因為時間有限 因為今天我們去聖地回來 然後 剛剛 剛剛柔老師跟我講說 這個 要請 張丁姐 然後來分享 一小段這樣子 那我也會講一段 那如果是這樣 或許我就不太講 就是讓妳講 我後面就拿來講 我也要講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盡量回 我把前面的部分 稍微縮短一下 這裡講到說 服飾 神很重很看重 在前面的基本裡面 也是都第二章 我講前面的基本先給大家 那前面那個部分 再來講後面那個 為什麼服飾 好像都沒洗的 前面那個部分 要講到說 我們要同心 看到愛恩很同心 他們淚解好多次 不到人可以答很多次 那個就是同心合意的服飾神 這就是同心 在服飾的時候 雖我們每一個人個性不同 恩賜不同 可是呢 愛心要相同 意念相同 服飾的時候 同一個領 欸 就很有力量 所以我剛剛邊唱邊哭 就覺得好棒 不管那個怎麼樣 反正就是覺得說 你的進步你的成長 我真的是看到了 然後從詩歌裡面感受到 真的是 主啊我願意 主啊我願意 我願意 我願意 真的很重要 那這裡講到說 喜樂 他說讓你的喜樂可以得到滿足 然後個人不用擔負自己的事情 還要顧別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嗎 弟兄姊妹是大家互相擔戴的 互相幫忙 互相陪伴的 我知道最近有好幾個弟兄姊妹 他們病痛 隔離過世 然後我們不在的時候 你知道教會的長職 都非常盡心盡力 然後去做陪伴 幫母 然後做家庭禮拜 其實這個過程 也許你們不知道 我們當中有兩個人過世 算三個人過世 為惠南爸爸過世 為爸爸過世 然後第二個人是永成大哥 就是林永成 直接在我們當中的 就是有一對夫婦 榮珠姐跟永成兄 永成兄 因為大腸還給過世了 另外一位是 蘇英老師的爸爸 有過世了 就在我們這兩個禮拜當中 就這樣從二十號開始 然後一直連這些長職 其實在我要去之前 我心裡面就非常的擔憂 非常擔憂說 我都不在他們走怎麼辦 還好 在這個之前 因為我們都有預備心 然後我都有先做事先的安排 那我就覺得說 這些長職人 真的是非常的讓我感動 每次看到他們危機處理 剛剛我跟律婷談說還好嗎 律婷說 這個是什麼時候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不在的期間 有發生這麼多事 真的是剩下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謝謝 謝謝辦公室的同工 非常的辛苦 謝謝所有的長職 真的是你們做得很棒 謝謝你們 然後也很多的陪伴 服事然後危機處理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知道嗎 他昨天晚上 我們回來的時候 明明傳道 他也生病了 他被管制局的人 就是在我們在通關的時候 他入境的時候 他就被抓起來了 為什麼被抓起來 因為他發燒 就是那個熱感感應的時候 他就被去量 一量三十九度多 馬上就要入院 就是做的 所以昨天晚上回來 就是馬上送他去張機 入院檢查 然後看狀況怎麼樣 比較需要得到管制 酒上的病 也特別當初 明明傳道 那我想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如果去 又再回來 他真的也不容易 對 不容易 所以我都覺得說 弟兄姊妹 大家